他故作神秘地说,殿下要不先出去,等我换新衣再给你看看。 他上前推着蓝忘机的腰,出去吧出去吧,非礼物似的。 蓝忘机捉住他软软的手,将魏无羡拉进自己的怀里,哑着嗓音问他,怎么? 我看不得吗?让我看看,线线藏了什么秘密? 嗯。 说着蓝忘机就要去搂魏无羡的腰,被魏无羡一个侧身躲过。 说,殿下,你这样可有当昏君的前置。 等待是个迷人的词。 蓝忘机被魏无羡推到外侧,看着那以屏障之隔的人,身影若现。 一走一动之间似乎都在勾着他的心。 蓝忘机甚至于有种想要立马冲进去的冲动,可小狐狸该会生气的。 他就只好耐着性子等下来。 魏无羡坐在古铜色的梳妆镜台前,指尖抹上口汁,将淡淡的玫瑰香气蕴染在唇上。 嘴角轻勾,接着再给自己上了粉。 本是女子的装物,上了她的脸,又是别的一种韵味。 她上得并不浓,只是那唇色稍稍过艳了些。 一举一动,都是狐狸本色。 小狐狸一身雪白的绒毛,对着镜面左右瞧,在欣赏着自己的容颜。 不予理会外面等着抓耳挠心的小情郎。 蓝忘机等不及了,又怕惊扰了魏无羡。 抬手在屏障幕上轻轻敲击了几下,献献,时间不早了。 进来吧。 得了允许的蓝忘机几乎是片刻没有停顿地走进去。 只一眼,人就呆在了原地。 魏无羡唇上涂了一层的口汁,脸侧晕着一抹红霞昭灰,像是藏在云雾里的狭彩。 勾得人眼神无法离开。 她笑得如朝阳,似小女子的娇羞,却又多了一份男子的俐落。 过来啊,傻了呢。 见蓝忘机呆呆战那二愣子似的。 魏无羡眉眉眼含笑,以为她这是被自己吓到了,嫌弃自己, 这是不肯靠近自己呢。 她偏要再加一把火候。 魏无羡浅步走向蓝忘机。 她是真真的好看,细软的腰,细长的手,盈润的唇, 魏无羡眼神带着魅惑,故意在蓝忘机耳边吹气, 手指攀上了蓝忘机的肩。 觉察到蓝忘机身子的僵硬, 她身后的尾巴都要摇上天了。 讨厌了吧,讨厌了吧,叫你光我那么多日。 魏无羡身子贴得更加紧了。 她已经预料接下来就是蓝忘机恼羞成怒地将她推开, 冷着连走出去。 只是一切都不似她想的那般。 蓝忘机的眼神有些怪异, 紧紧盯着魏无羡的唇半, 并没有像魏无羡想的那样将人愤怒推开。 魏无羡却以为是火候不够, 她指尖挑起蓝忘机的下巴, 眨巴着眼睛喊她, 殿下,她想学那些风情女子捏着嗓音讲话, 即使这样自己也会掉一身的鸡皮疙瘩。 但为了报复蓝忘机, 她已经是自损八百了。 蓝忘机的手贴上了魏无羡的腰。 炽热的, 魏无羡被烫得缩了一下。 她觉得下一秒蓝忘机的表情就是愤怒的。 可, 没等她开心多少。 一股强势的力道推着她向后退去, 又紧紧抓着她的腰。 魏无羡整个人后背都被抵在墙面之上, 她微微醋眉, 不解地看着蓝忘机, 殿下。 蓝忘机眼中带着浓浓的墨色, 翻滚汹涌着。 她呼得低头狠狠咬上魏无羡的唇。 真的是咬。 魏无羡低呼出声, 却被人趁虚而入。 带着她招架不住的阵势, 疯狂地掠夺。 蓝忘机将魏无羡微微抬起, 鼻尖碰着魏无羡的鼻尖, 她粗喘着气息, 小狐狸, 存心的呢。 魏无羡眼里夹着雾气, 呼吸有些不畅。 她唇上的口汁被蓝忘机给吃了个干净。 放, 放我下来, 放什么? 你不就想这样? 蓝忘机将身子的重量都靠在魏无羡上, 身上, 搂着她平稳气息。 就刚才那一瞬, 她想着将人给伴了算了。 就那样吧, 管什么情不情愿的, 她想要。 魏无羡害怕了, 只尖揪着蓝忘机肩头衣, 殿下, 今日, 今日的宫宴, 蓝忘机必眼吻上她的唇, 两久才松开她。 算了, 饶了你这回。 魏无羡慌忙地整理自己的衣衫, 蓝忘机看得出神。 小狐狸还以为自己说话很小声, 殊不知她都听了个一清二楚, 全是骂自己的。 蓝忘机心中发笑, 觉得自己就不该饶她。 不是不喜男子吗? 不是该不喜欢腌制水粉的吗? 刚才干什么呢? 魏无羡碎碎念念。 蓝忘机听她嘀咕也是愣了。 对啊, 自己确实讨厌那些上腌制水粉学女子的男人。 可魏无羡, 她一丝厌恶也没有, 却满满的都是欢喜。 这一刻蓝忘机忽然觉得, 她不是不喜欢涂腌制水粉的, 只是不喜欢涂的那个人罢了。 而魏无羡, 恰是她所喜爱的。 再不好的是, 在她身上都是美好的。 太子殿下, 太子妃。 小太监走到马车前迎接。 蓝忘机醉先下来, 紧接着侍女上前搀扶着秦玉秀下来。 小太监笑得一脸羡媚, 太子殿下金康。 蓝忘机微微点头, 静止绕过马车来到后方的一辆小马车前, 轻声唤了一句, 阿谢。 小太监正疑惑着, 就见一双手从里面伸出握住了蓝忘机的手, 接着皎洁如月的男子从上面下来。 小太监一时之间看呆了眼,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, 赶忙将头给低下去。 小心翼翼瞅了太子妃一眼。 秦玉秀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。 蓝忘机在魏无羡耳边叮嘱, 等会儿跟在我身旁。 作为小妾, 魏无羡本该是跟着太子和太子妃身后, 伺候着。 可蓝忘机却要她站在身侧, 那即使是太子妃也要落太子一步的距离。 魏无羡却直接与她并肩。 魏无羡嘴角擒着淡淡的笑意, 看了秦玉秀一眼。 殿下, 太子妃, 行了, 时间不能耽搁。 蓝忘机已经往前走去, 魏无羡小跑几步跟上她, 站在了她的身侧。 秦玉秀在身后看着两人的身影手指紧紧握着, 眼神死死盯着魏无羡的背影。 听到宫女的话她才回过神来。 宫女轻声说, 太子妃, 女眷在右侧大殿, 奴婢领您过去。 蓝忘机带着魏无羡走过一段垂柳的湖岸。 今日, 宫内灯火通明, 湖面被照得波光淋淋。 光照在蓝忘机的脸侧, 有种说不出的温柔。 蓝忘机牵上魏无羡的手, 将走神的人拉住, 怎么, 入宫就成小迷糊了。 魏无羡意识到自己看蓝忘机看走神, 脸颊微微红韵, 开口对她, 我只是怕犯了宫规罢了。 蓝忘机嘴角淡淡地笑意, 没再说话。 过了一处宫殿时, 魏无羡的眼神瞥过去, 隐约能瞧见前方刻着明殿的牌匾。 魏无羡似乎不惊异地问出声, 殿下, 我们去哪? 这里并不是去宴会大殿的地方, 反而是进了内宫了。 先去见皇上。 怎么了? 魏无羡眨巴巴巴掩, 疑惑问他, 我也要去吗? 你在外面等我。 魏无羡地下眉眼, 小声嗡了一句, 那皇上在何处? 明殿。 魏无羡内心咯噔一下。 他抬眼, 发现蓝忘机正在看他。 魏无羡歪头, 明殿。 蓝忘机一双眸子淡淡扫过魏无羡的眼。 是啊, 明殿, 献献知道些什么吗? 魏无羡摇了摇头, 听说明殿里住着妖女。 蓝忘机轻笑, 宠溺地用指尖点了点他的额头, 什么妖女? 那是明妃娘娘。 明妃娘娘? 对。 就在前几日, 蓝忘机的人已经顺利潜入明殿。 不得不说, 明殿选工人要比一般的殿都要严格得多, 他也是好不容易才成功安插人进去。 住的就是一名女子。 可让蓝忘机惊奇的是, 那里面的人真如之前得到的消息那样, 是个疯子。 不过他倒是不怀疑他父皇的做法了, 那传来的画像, 画上的女子, 美得不可方物, 不真实。 所以今日蓝忘机想一探究竟。 看来, 那宠关六宫的丽妃, 也就是蓝西辰的母妃。 恐怕也是个幌子吧。 皇帝将所有人的目光都挤向丽妃那边, 真是碍惨了明殿里的那位。 或许, 里面那位也有位小皇子不为人知。 魏无县道, 没听说过, 不受宠的吧? 也许是吧。 蓝忘机和魏无县来到明殿前, 被在外的侍卫给拦截下来。 侍卫道, 殿下, 陛下有令, 任何人不得进入。 蓝忘机抬眼, 不怒而微, 哦, 本殿也不可吗? 只是他话才落下, 一道明皇的身影已经从里面走了出来, 带着笑意, 这儿, 这儿怎么到这来了? 陛下, 见过父皇, 皇帝面上笑呵呵的, 只是那笑意有多少到达眼底就不可而知了。 他的眼神扫视过魏无县, 最后落在蓝忘机的身上。 魏无县放于两侧的手悄悄握紧。 皇帝再次开口问话, 眼神之中带着犀利。 这儿不到前殿, 怎么到这了? 蓝忘机躬身, 儿臣有事向您敬言。 何事? 是关于六帝的。 。 明镜需要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